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目前除了就是在 比较少的公家机关 来去教授电脑技术应用 然后我还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会 希望早一天能够拿到这个博士的文凭 那我希望说在我的 就是20多年的专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 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电脑的应用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接下来我很喜欢 我在我的iPhone里面 我也给各位看一下 我的iPhone 我会有一个叫做提醒 提醒 好 到时候您看到我的手机 这个iPhone提醒 我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记事 在里面 我喜欢先把我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事都规划得好好的 都规划得好好的 以免到时候我忘记 好 好 到我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用Android手机 Android手机 如何透过日历 把我即将的行程 记录进去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有日历的功能 好 因为第一次使用 它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免费的优质视讯会议功能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们现在一定要慢慢都知道 这叫Google Meet M-E-E-T 因为前一阵子也不是有很多那个视讯会议 对不对 这个Google Meet 现在像我们实验室 我们跟美国 就是我们测了很多很多的视讯会议软体 发现Google Meet蛮好用的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个Google Meet 真的还蛮不错 好 我知道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说 6月16号 6月16号星期二就是今天 然后尚未规划任何活动 清楚可以建立 有看到 这个 这是我的日历 这是我的日历 那我建议就是说 针对这个日历 我们应该把即将发生的事情事前先记录进去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先透过什么方式来去建立行程到日历中呢 好我现在就直接做 做给你们看 例如说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 我先打开我的提醒事项 好 例如说 6月17号 我明天的课程是要去台北市卫生局交大数据 好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先找到6月17号 那这边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边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不是16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点一下这个加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个APP 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日历中建立6月17号的工作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 这就是已经建立的行程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只有最下面有一个这个加 那这上面呢 上面 我说过 我们能够选的大概就是这些 例如说 你要快速去切换 现在是6月 可不可以切换到7月 然后 这个地方 有看到一个时间 就是 有一个像那个月历的一个图示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这次日期的一个呈现方式 我们等一下再去看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先把 行 工作 放进去 所以点选这个 加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活动 活动 然后 时间 时间 我们先把那个活动 放进去 例如说 会生局 大数据分析 然后 接下来 时间 我就先去设定好 不是整天 是半天的活动 好 所以在这边 设6月17号 确定 然后呢 几点开始 一点 然后 然后 对 一点 大概 35分 好 然后 接下来 那他预计到什么时候呢 到4点 35分结束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去新增地点 新增通知 通常我会 我会去设 就是说 多久之前 提醒 当时 一小时前 然后 是怎么通知呢 是 直接通知 所谓通知 就是上面 可能会跳出一个讯息 好 然后 接下来 就点选完成 然后 记得 最后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储存 真的 我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 使用到 iPhone的话 很简单的一个设定 记住 记住就是在什么地方做 iPhone的话 是叫提醒事项 提醒事项 好 那 例如说好了 我们6月18号 是不是还有一个课 所以我们继续来去输入 一样是点选这个 加 然后 活动 活动 当然 这个 这套 APP 它还有目标 跟提醒 所以这两件事 我还是点活动 什么活动呢 台北市政府 行动中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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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6月18号 确定 然后是整天 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点什么 储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说整个 整个这个6月17 6月18号 我们有建立了两个 两个行程进去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就是说 我已经有建立行程了 所以行程也在里面了 那到时候 它会在事前提醒 告诉我们说 有这件事情即将要发生 如果您是使用那个 iPhone iPhone的行事力 它会在一天前 当然你用这一套软体 也可以一天前提醒你 这都可以 提醒 它是可以督促 让我们先把事前 该准备的事情先做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来去做 行程的规划 是有必要性的 尤其是有很多的会 或者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这样子的话 会让我们变成 比较紧人有趣 来去完成这些事情 好了 当我们今天设定完了之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假设我一个月 我有10个行程 有20个行程 那这样子的检视 我觉得就还好 但是它会按照时间的 发生先后顺序来去放置 举例来说 我刚刚输入的18号 它是不是放在17号的后面 那其中我们也可以 透过别种方式的呈现 例如说点选这一个 这个是现在这个月 那如果说今天我切换到7月 切换到其他的月份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是可以去设定 设定显示的一个月份别 那右上角重新整理 7月8月 好 那假设我今天我要去设定 7月的行程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我要设定 7月的行程 我就直接点选加活动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去调整 那还有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今天我想把这个行程拿掉 刚刚我们设定了 例如说6月17号 要去卫生局大数据分析 那如果这个课程我们要去做调整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如何去做调整 好 那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 这里能够控制的 只剩下点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点下去 这个点点点 有看到重新整理 可是你没有看到什么 删除 对不对 终于没有看到删除了 请问一下 那你要怎么把它删除 左上角这边 左上角这个可以用时间表的呈现方式 左上角选项 可以把它变成用什么 用月的方式呈现 或者是周的方式 就是点选 可是请问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想把6月17号 这个大数据分析删除掉 你找不到这个删除功能吗 那我们该怎么做 例如说假设我要修改 我要删除它 如果是iPhone 我再提醒你们 就是按住它往左滑 你右边就可以看到删除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着按住它 你看一下哦 你看一下我们按住它 往左往右没有反应 对不对 或者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往右滑 就看到有删除了 有看到吗 可是还有一点 假设我要修改它 例如说增加资讯进去 你的做法 应该就是很特殊的一个操作 就是点两下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编辑 编辑 假设我希望是 在两个小时前通知 好所以编辑 然后这边的通知 通知 两个小时前 可以吗 就变成 一个小时前会提醒 两个小时前也会提醒 然后最后点储存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做好了 这个卫生局大数据分析的修改 可以吗 我想这样子一个 日历的一个交讲 可能就先交到这个地方 你们是不是会有 把行程加进去 行程的删除 行程的修改 然后再配合通知 我想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做事会仅仅有趣 的人 好 对 还有 我觉得行事力 也有一个很棒的应用 举例来说 有一天我姐姐跟我讲一件事情 她说 她的顾客呢 她是做 他们家是做水电 那个水 例如说过滤器 一年要换一次 可是他们都会忘记 请问顾客会不会忘记 会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 假设这一个顾客 什么时候找你去安装 然后 你就设 一年 重复性 通知 有可以了解 把这个行程设成 一年 通知一次 你这样子 还会不会有 漏接客户服务的机会 可以了解 因为 很多时候是 就是 客户忘记了 还有什么 还有 水电师傅 也没有做这个记录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应该 应该是要善用 这一个APP 然后来帮助我们 提醒 提醒自己 就是 例如说 可能可以设定 十天前 跟客户 打一通电话 问说 你的滤水器 即将满一年了 还有十天就满一年 请问 今年 要不要安排时间 来去帮你 来去做一个 所谓的 定期 维护 更换滤芯 的 那个 事项 你们觉得 这样子的服务 会不会做得 比较周全呢 我们就可以 透过行事令 来去完成 这件事情 所以 重复 重复的工作 举例来说 我们会不会有什么 重复 每个月的重复工作 缴电话费 算不算 缴电话费 现在都慢慢 都是用什么方式 扣款 报税 一年报一次 税 好 我们来 缴 例如说 那个 瓦斯费 好了 好 所以 假设我固定 固定 的 六月 不对 瓦斯费 好像是 两个月 缴一次 还是电话费 好了 电话费 我每个月的 十号 要缴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增加 增加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 提醒 提醒 好 然后 然后 重点去设定 这个 重复了 重复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是六 应该不是六月 应该是七月 七月十号 确定 七月十号 然后 早上八点 好 然后呢 呃 缴水费 好 那是 每个月 每个月 重复 可以吗 好 提醒我什么呢 缴水费 缴水费 这样子的话 当我点选储存 然后 我是不是就等于说 已经设定好了 我们来去 切换 乘用月的方式呈现 在 六月十号 没有 所以我们来去看 下一个月份 下一个月份 就是右边 往左滑一下 你看 在 七月十号 缴水费 再往左边滑 八月十号 缴水费 这样可以了解 这样 假设 你今天 有一个客户呢 你 用 这样子 一个方式 来去建立 你到时候 你的手机 就会 提醒你 这件事 你们觉得 这样子的设计 或应用 是不是还不错呢 好 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我现在我就 离开 离开这个 行事力 离开行事力 好 那我 我还蛮喜欢 行事力的 就是把一些 自己的事情 全部都计划的 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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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